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 滴滴写了第五部《最后的钱》 影片一开场 由于山红爆发 几个倒霉袋被困在了产里 救援人员一个个看着挺忙活 其实在这场戏里啥忙也帮不上 救人这种高大上的活 那必须由我们的主角兰博来干 虽然兰博大爷已经上了年纪了 但老纪复利 什么山红爆发泥石流 见到兰博大爷都干拆 李大妈虽然是兰博大爷家的女工 但跟着兰博几十年了和家人没什么区别 虽然越战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留在兰博记忆中的伤痛依然如坐 估计老爷子是坐下病了 总感觉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 因此他利用业余时间挖了条隧道 以为不是之许 其实说白了 这条隧道就是为了影片最后那场火片准备 兰博不仅利用业余时间挖了隧道 而且还收养了一个女孩小甜甜 虽然爷俩没有血缘关系 但兰博对小甜甜视如珍宝 谁敢动小甜甜一根寒毛 他就给谁玩命 眼瞅着小甜甜要离家到外地上大学了 兰博送给了闺女一把刀 说谁欺负你你就捅他 你爹能活到第五级 靠的就是不服就干 绝不嫌扎单 转过天小甜甜带着朋友到家里开party 一帮人兴致盎然的参观了兰博挖的绝道 这个时候小甜甜接到了好朋友绿茶妹的电话 说在墨西哥找到了小甜甜的亲爹炸弹数 这件小甜甜不淡定了 整天满脑子都是去找他亲爹的念头 他要当面问问那个炸弹 当初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兰博说世上的人渣千千万 救赎你亲爹最混蛋 虽然兰博和李大妈极力反对这件事 但依旧无法遏制小甜甜内心的冲动 这位坑爹的妹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决定开着车抢往墨西哥 绿茶妹居住在一个犯罪率极高的街区 马路两边随处可见不怀好意的小流氓 到了晚上 绿茶妹带着小甜甜来到了渣男书家的楼下 父女俩一见面 小甜甜披头盖脸就问渣男书为啥要抛弃自己 渣男书说你养父说的对 我就是人渣的化身渣男的代言人 赶快回去吧 面对亲爹的绝情 小甜甜难受都不行了 一怒之下 小甜甜就打算连夜开着车回家 但是却被绿茶妹给拦住了 绿茶妹说你太冲动了 需要冷静冷静 你现在开车跟醉驾差不多 随后绿茶妹带着小甜甜来到了一大型的娱乐场所 吃瓜的小甜甜不知道这是个圈套 一不留神就被人在饮料里下来 铁锤和狗盛哥俩是墨西哥某犯罪集团的老大和老二 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违法乱纪和警察过不去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头 杀人越过无恶不作 他们的业务之一就是拐骗和绑架一些女孩做不可描述之事 转过天 李大妈接到了绿茶妹的电话 说小甜甜不见 兰博一听可气的不清 开着皮卡车直奔墨西哥 此时的小甜甜和另外一些女孩 已经被铁锤和狗盛的人给抓起来了 狗盛说我们这里铜墙铁壁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你们谁也不想跑跑也跑不了 谁敢耍花招我就弄死谁 小甜甜一听吓得肠子都毁清了 到了晚上 兰博按照地址找到了绿茶妹 绿茶妹一连的无故 声称小甜甜在居乐部里没跟自己打招呼就走了 这个时候兰博发现 小甜甜的手镯居然跑到了绿茶妹的手上 兰博说今儿你要是不帮我找到小甜甜我就弄死你 随后绿茶妹领着兰博来到了居乐部 经过绿茶妹的职任 兰博抓住了狗盛的手下洛塞胡 在兰博的言行逼供之下 洛塞胡很快就招呼 带着兰博去他们的一个据点 而这一幕刚好被一女记者给看到 到达目的地之后 兰博正在外围观察情况的时候 不幸被铁锤和狗盛的人给发现 英雄落难 兰博被揍的是鼻情连股人是不行 如果按照狗盛的意思 七里咔嚓把兰博一杀就一了百了 可铁锤却不同意 铁锤说我知道把你放了太不符合逻辑 但要是把你杀了 这电影就拍不下去了 铁锤留着兰博的目的 是想让兰博今后的每一天 都在痛苦中度过 哎呀 一般只有深仇大恨的人才会这么干 你们俩头回见面这样合适吗 我估计编剧也是实在找不到 更好的理由了 只能拿别人用过的桥档 糊弄一下观众 为了给兰博一个教训 铁锤让狗盛分别在兰博和小甜甜的脸上 花了到口子 铁锤和狗盛等人走了之后 女记者把兰博弄回自己家养上 这女记者为什么要这么干 原来她的妹妹之前 也被铁锤兄弟给撒开 伤好之后 兰博根据女记者提供的情况 摸到了铁锤的一个窝点 并且很快找到了小甜甜 但遗憾的是 由于小甜甜中毒太深 在回家的途中不幸领了何案 安葬完小甜甜 把李淡妈送走之后 兰博开始筹为复仇的工作 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程 地雷炸弹明显暗间 兰博为铁锤和狗盛就摆下了红梅案 忙活完之后 兰博来到墨西哥找到女记者 女记者说我看还是算了 那帮人咱惹不起 他们人多势众 你去了也是白送命 兰博说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甭说这几个小流氓 就是来一支军队 我自个就能把他们一勺费 根据女记者提供的情况 兰博摸到了铁锤和狗盛的老巢 没费什么事就把狗盛一杀了 铁锤一看那能干嘛 带着人全副武装就去找兰博报仇 陷阱已经设好 兰博就等着猎物出现 转过天 铁锤带着人浩浩荡荡来到了兰博的农场 兰博上来就给铁锤来一下马会 对于兰博来说 最擅长的就是丛林游戏站 打一枪换一地方 把铁锤这帮人搞得是晕头转向 一档接一档 荡荡不冲向 经过一场巷战 回过时的铁锤一看呢 就剩他老哥一个人 兰博说老弟啊 你现在已经成光杆司令了 别着急啊 我现在就去取你的狗命 影片的最后是 兰博和铁锤的巅峰对决 由于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 因此铁锤很快就挂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战神平时不发飙 也别当成视频猫 一旦把他惹鸡眼 保证让你全爆笑